上前握手合照民进党花联县长候选人古拉斯 以及无党籍的黄诗鹏 互相点头致意寒暄几句 准备进行证件发表会 来到台上却只有两个讲台 怎么不见国民党花联县长候选人徐真卫声音 这也让两位对手看不下去 花联绝对不能只属于一个家庭 一对夫妻 否则花联会更腐败 徐中卫县长是一位现任的县长 他甚至选择不参加今天这场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总恐怕想着自己躺着都会赢 我建议应该修改为任何县市长 任何人终极一生最多只能当两任 以及夫妻直系写亲 包含其配偶 必须至少隔一阶或四年才能参选 古拉斯黄施鹏都盼着要打破家庭政治 古拉斯更在证件发表会上列举好几项 这几年花联县府遭到监察院纠正的案例 包括县政府里面有官员 历次陆陆续续都出现了收受回扣 接受人民贿赂与交代 这样的这个这个风际的问题 所以他窃席偶尔不解的意外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显民们都进一步认识他 徐政委本来就放弃参加证件发表会 遭质疑是放弃跟姓民的沟通管道 宣战倒数候选人全力冲刺 花莲这一战结果如何 外界都在看 三立新闻旅艳 蔡宏恩 花莲采访报导